她說打怕媽媽的臉上手上開始出現老年班了 她想說請問醫美可以幫媽媽去掉這些不太好看的老年班的嗎 我們趕快請出樂莎醫美容中心美學總監Melody謝 Melody 你好 大家好 新年快樂 這個老年班真的是很煩 有時候你不覺得自己到了那個年齡 怎麼突然一下這個臉上手上開始漲了 而且還削不下去 你覺得醫美可以幫她一個忙嗎 對啊 醫美當然可以幫忙 可是我現在跟大家講一下班是怎麼樣形成的 大家有一點理念說自己是老年班 是曬班 還是黃賀班 你知道嗎 那我們先講一個這個黃賀班什麼 黃賀班就是蝴蝶班 甘班 它其實主要是因為它是內分泌女性荷尼失調有關的 所以說如果說你這個是本身是黃賀班的話 你在打雷射方面的東西都不能打得太強 因為打得太強很容易就反黑 所以說你可能就是可以做 你可能就做一些這種比較溫和的這種 活力換膚的這種 只是說時間性可能就要可能本來一次 兩次可能下就是三次到六次 那如果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曬班 那曬班的話其實是比較容易用做醫美或是換膚 然後弄掉的 因為它就是曬嘛就是一層一層的曬上去 所以它只要把表皮給去掉 其實它這個班就會淡了 可是黃賀班它是從體內出來的 所以就比較難所以要比較耐心 所以人家常說那個黃賀班的你知道嗎 去一次增傷了那也會把你會長出來 也會什麼忽然變黑了 你知道嗎 其實就是它不能太熱 是這樣子的 那所以說很多的這個醫生他會跟你講說 那是不是就是要去吃一下這一些 調節內分泌的東西 對 內分泌荷爾蒙的這個問題 那當然雀斑也有 大概雀斑的話是99%來自遺傳 大概是五到六歲的時候形成 可是這種的話是白人比較多 比較常見 雅正人比較沒有這麼多 還有另外一個是常常我們女性會發生的 就是認成班 生完小孩子之後 班怎麼出現了 我以前是白白的都沒有 結果呢 就生完之後也是因為荷爾蒙的引起 然後可是有多的是 產後之後呢就會淡去 那如果沒淡去的話 像這種的話 如果說來做一些這種皮苗啦 然後雷射啊 患夫啊 其實也是可以幫忙的 好的 好 所以這個老年班在這個 什麼皮膚雷射啊什麼皮苗 都可以解決嗎 對不對 幫忙解決 對對對 可是真的也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弄完之後一定要擦防曬 如果你沒有擦防曬的話 你心想哦 那就去去外面做個運動幹嘛 其實很容易黑的 因為你打完之後 你的皮膚是非常的嫩 非常的薄 然後如果說很多人就心想 他也沒有去 特別去注意擦防曬啊 然後是就是還是一樣照樣運動啊 照樣流汗啊 其實這個班的話就很容易就是變黑回來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說你就是打完雷射之後 那有些班是比較深的話呢 那醫生還會跟你就是擦藥 就是Hydro-Kunil的 然後有4%的 那這種還是算是比較高的 可是這種當然多多少少有副作用 就是說其實就像那個內固醇一樣 很多人他醫生不願意給你內固醇的 因為你會上癮的 你知道嗎 所以說他是這種反彈的機率 就是說他如果你有擦那個Hydro-Kunil的話 那你一定要就是間隔每三個月 熬插完之後要慢慢的減少 然後之後再來 要不然的話 你有時候他反黑的效果 效果會更嚴重 好可怕